第二节,这一节我们就讲讲不同人性格有哪几个类型 据我粗略所知,我唯一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分为不同性格 就是一个狗形人格的方式,虽然我相信这件事 但我从来没玩过,其实好像这个网址有180条题目 你用直觉,不可以思考的,把每一条都回答 集完180条,它应该就分析到你哪种人 我相信,如果每次请人讨论的时候 你叫他回答所有这些东西是否可以帮助请人 这是我将来有网聚会的话,其中一次的一个工作坊 其实狗形很多的差异,就是很多人对他理解 还有很多人是太信网上的东西 跟着还说网上做完之后是什么形 其实网上很大部分跟我上次讲 在网上找到的EQ的问题是一样的 我说假的离谱,你完全是作上作的 因为可能要怕被人告,优优独自作些东西 但那些训练又不够,对核心问题掌握又不好 优优独自作些问题是假的,完全是错的 所以第一个,你问我一定不信网上的东西 很大部分我都不信的 通常我自己,比如行家那样,看一些 因为其实读心理学到这样的 通常有一些课程,就叫你做些试试的 你自己设计,但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原理才可以做个试试出来 所以我看一些我就不信的,大部分的网上我都不信的 可达呢,狗营是可信的 先讲回狗营先,狗营原意 其实就不是说这个管理用的 更加直接就是NPTI 和DISC NPTI就是16型人格 和DISC 那两种是人事管理常用的 我讲完一点,接着去到狗营 譬如我讲DISC DISC 其实他分人分几类 快人慢人 恶人好人 讲完了 当然是简化了 那什么叫快人,什么叫慢人,什么叫好人,恶人 其实他在讲一般合作的 最关键的性格取向就是 就是两个大概念 一就是人取向,一就是事取向 一就是快取向,一就是慢取向 你只是四个组合而已 他透过四个元素 就是两个大方向,四个大概念 或者四个元素 是选择人合作的 我举例子 你要选择一个 和人谈判的 刚才那四格 你怎么做组合 选择什么人去 快慢,人取向,事取向 谈判的 谈判应该是人取向的 还有要慢的 你不可以 我猜是 我讲得不清楚 是一个跟人 是把务抗议的情况 把务的 就是说一边是把务 是很硬的 其他很硬的 一边可能是雇主 那你派什么人去 都是慢和 跟人的关系 就是你不可以 理性地讨论 加多少钱 因为你想加越少越好 所以你动之以情要 当然你后面的说话 是有点意思的 因为你的思维问题 好了 但我是不是这么想的 如果谈判的话 到了初阶段 我一定会派个好野蛮人去 一定会派个快的 事取向的人 说完算数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算数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找个慢人 我想问慢什么 就是拖场 拖场和对方 我说明要罢工 你猜那些人是什么 都恶的 恶人是什么方法 恶人不会派好人的 恶人是不会派好人的 你不要想着找恶好人 收拾去 恶人只有一样东西 就变成管家例 就是要求越来越多 你慢慢来 你好人 假设你不清不楚 你先说不话事 你什么事 这样 就愚蠢蠢蠢走 但很奇怪 你找个铁手腕的人 快的人 事取向的人 我跟你说 要加多少 没得谈 马上回去工作 要不然就炒了你们 当然后面真的有这样的实力 其实可能初阶段 的确是硬到硬的 我说过有时候是硬到硬的 不能太有技术性 刚才我说了朱镕基 记得吗 我为什么说朱镕基 朱镕基那时候面对困难 就是中国刚刚转型 你不能谈的 有些是简 很强硬才能做到的 你第一个说 这个又说 你移动了我的利益 跟他谈 这个 你移动了我的利益 又慢慢谈 就不用做了 所以朱镕基当年最出名就是 我买了棺材给自己的了 一定移动 没得说 一定移动 是不是 你就生气 你就移动我 是不是 他如果跟你抱着死 很强硬 是可以的 那个阶段是需要这样的人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最初 就是 溫家宝之前的那个 等到朱镕基 那时候溫家宝是不行的 假如那时候 等到溫家宝是不行的 因为溫家宝是稳 他都硬 但不是朱镕基那种硬 你必须留意一下 好了 那我说回谈判的话 跟工会是一个斗争营的话 我先派个恶人去 是不是 就是谈不拢几次 先 为什么 遇到流程的部分 但我不可以派万人去 万人去 就是欺负的 和毛资金拖场 好了 但什么时候 找个换人呢 就初步协议了 在细节的时候 找万人 细节的时候 千万不要找人去 快的人 是不能够耐性去 说谈细节的 但是呢 斗法 碰 困的时候 就不能找万人 万人就不能够 那个气势 好了 因此初段 我拍了一个强硬的 所谓的 一般的形式 叫做杀手型 又快 又不理人 碰 碰 碰 大家都累了 留意一下 这个是权益的 那个理想 千万人打完之后 只得你累 对方也累 对吧 大家受消耗而已 看着对方 这个就跟以前有朋友聊天 他说 他又去玩武术 又打露台 他说 喂 通常贏的就是困了 困完之后 哪个復原得快一点 那几秒已经是贏的 大家都累的 没有人不会的 不要想着自己累 对方也累 但是 你只要贏他几秒 就足够贏了 好了 一样 所以第一部分 我一定选一个硬人去 第二部分 似乎对方有点退 他都累了 OK 换人 譚世哲 可能初步的交易完了 第二个就换人 这个就是管理 这个就是Disk 我用Disk的方法 Disk的方法就是 透过快慢 人取向 事取向 去选一些合适的人 但是呢 这个描述 或者这种学问 他每一面没有说内心的形态 好了 那我回到九营了 九营 其实九营呢 原先是零修用的 其实他在描述中 内在生命取向的 那么这个 他的用法呢 有时候是 叫做 有些人 叫做 他传说 就是 叫做 苏菲派 中东里面有些 苏菲派 是 苏菲派里面 是零修用的 那其实他原先是怎么用的呢 我稍后会找一两集说 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 心灵的向导 因为 其实我原意这么说 为什么叫做苏菲派呢 就是说 很多不同的人 透过不同的方法 接触上帝 有些人是透过知识 有些人是透过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有些人是透过 权力 有些人是透过 自己 和自己相处 就是平和性的 有些人 可能是透过 一个竞争 都诸如此类 很多不同的人 就透过自己 不同的心灵向导 去接近上帝 但当然 他理想的 这个 九营后面 的灵修的取向 就是说 你会慢慢 变成多元可能 去接触上帝 就变成你独一无二 接触上帝的 形态 模式 所以九营要 補充这句 但遲些要再補充 好了 再说回 如果我们讲九营 那怎么可以管理上高 怎样选择人上高 很简单 你说 请我们谈判者 回来 就是要跟别人 你会见到一个客人 你跟他拗最好的价钱 回来 就像刚才罢工 就是个案 你就一定要找强人 去押住他 你不可以慢慢跟他谈 亦都不可以 动之以情 没什么用 我觉得 就是 砍吧 对 很简单 其实 原意 不是用在就业 或者人事管理上高 但实际上 后面 又可以用到 比如说 第八营 叫做 领袖营 或者霸主营 那你找一位 適合他 我说一个人 他本身充满杀气 有得用 你就叫他 收囊 收囊 世界上怎么会没有什么 涉及你 行不行 这个很简单 这个人 最近有个广告很有趣 电视广告 就是有个人 因为在做事的时候 被人炒了 睡着觉 总有地方適合你 不就做市场浴 那广告很好啊 做擅长睡 那就做 唐浴测试 这个笑话 但是这个广告不错 我说回 你自己本身充满杀气 坐不下 那你就去做这个收数 反过来 你在公司 你想选人收数 就会找些人出来 行不行 反过来 有些工作 你自己本身就发现 两层面 一个就是跟interview 就是找人的角度 一个就是 希望被人请的角度 你自己发现自己很恨 跟人聊天 很恨跟人聊天 最怕跟人聊天 最怕跟人聊天 而且很喜欢躲起来 去做隧道收银 不是这么多人可以的 大哥 但是你这么有才华 你很喜欢躲起来 不喜欢跟人聊天 越小越好 你躲起来箱里面 就对你了 我突然间行车场收费 做不对你 每天说出有限 那句话 加上几十句 我讲史之外 后面有真理 找回一些合适性格的人 有些人不喜欢见人 你不要逼他见人 大哥 他想躲起来 有些人很不想躲起来 那你不要逼他躲起来 不够什么 还有 有些人 经常很喜欢跟人聊天 那你派了社交委 串联 对不对 发振所长 对不对 好了 那这个就是 后面显示了 心灵取向 就是刚才九刑的运用 我们不多不少有的 比如第一刑的人 很喜欢讲原则 谈判 通常我只这么说 初段谈判 一日派8号 一日派1号 是讲原则 and 或者讲权力 斗争的刑 为什么呢 这两个人最能够谈判 初段 因为这两个人很硬的 很硬正的 对不对 但中段通常可能派2 可能跟人沟通到 做人刑 或者突然间可能是 9号刑 起码是很细致的 可能能够收拾的 平和 这些可能会发振他的才华 对不对 第二阶段就是2和9 好了 类似这样的 这个就是跟申明取向 去编排人的位置 刚位 对不对 但是有些位置 比如做后勤的 可能是做research 找5号刑 就是5号刑 5号就好了 是吧 理智刑 好了 有些人做公关得来 就很喜欢炎耀自己 就找3号去 是吧 有些人很简单 就是找创意 创意就跟知识无关 又跟炎耀无关 就是找4号 但问题就是 你留意比加拉很重要 这部分是很重要的 譬如某些型号 比加拉很重要的 一定透过加拉去挟住它 否则太浪漫了 太自己的取向了 譬如简单7号 就找一些搞起身的东西 就找他做 这个也是这样的 很多人突然搞个聚会 怎样失败呢 刚才我说 网聚也好 我要找个主题 才能做到的 你千万不要想着 突然跟大家开笑 我是不擅长的 你要找哪些人呢 就找7号 很开心心 他自己喜欢开心的 他喜欢突然瞧你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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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个5号 我自己本身是5号 你找个5号做主持网聚 你找个5号做主持网聚 台长也是 就是说话聚会 就是搞气氛 不聚会 他以为在搞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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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什么都可以 是吧 当然是 台长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但有时候他以为在搞气氛 其实他没有搞气氛 不过其实很难 其实Party搞手是一个专业 是啊 是啊 那些人本身是开心人 我常常都会笑的 我常常说 玩游戏我实在是不擅长的 我硬是找角色扮演得 但我不擅长 因为自己配合不了 心态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自己很多东西都神奇水向的 我玩游戏的时候 我学到什么 我玩游戏在想要学到什么 那就糟了 在玩游戏想要学什么 你是不是有病 人家想 但反过来 有些人就不是 很多过程里面 是透过玩的角度想 比如最近一个电视节目 我们毕竟都是平常人都看电视的 是吧 讲这个历史疯狂补习社 那些例子 那些人 其中有一个想法的人 一定是七号 如果不是以前的人想历史呢 有些人一想历史 很认真的 很考据的 但是他想到就是玩 可以玩的 大哥 为什么不可以玩呢 当然他在抄人 就是问题了 他本身有这样的心态 他才想到这样的玩法 是吧 那这个就是譬如说 七号怎么用法 当然其他呢 每个型号呢 有不同的 又运用他内在的傾向资源 令到呢 去到某些角色呢 应该好些 不过 是的 不过我想问问 很简单 如果我想开一间公司 我想成功的 难道我要聘用一至九个人 不不 例子 比如说 你呢 具体一点 我开一间公司 我通常做顾问 都是这样的 我一定要看到这间公司 看到你什么人 还要配合你 很明显要配合你的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你自己本身呢 很简单观察 你应该是慢人 你犯不了的 是吧 一犯 你犯不了的 你听他说话就知道了 是 你钱流露 对不对 你的语速是很慢的 对不对 想的也是 可能才能说到第一句 不是你 不是想不到 其实想到的也是慢的 是 那这个就是慢的 对不对 慢的 另外就是说 我看一看你那个人 说得真是无敌的 好像很进趣 是 实际上很多事情 想不到的 如果有些东西都动了 我就不得了了 类似这样 第一个就是 我评估你其实做不到老闆 哈哈 这是第一个 我当你是老闆 对了 那我们问你 你先做哪一行 譬如我做顾问 我想起来 你做了一行 根据我理解的数据 我能掌握得到的 接着另外就是 你请人 很统统 请什么人 我会给你个意见 还有 不是贫空想象的 是通常 你定了个姿势名 以前的贴街招 现在叫做 在网上招聘广告 找人 接着我先在 Limited Choice 里面 这样做的 不用那么抽象 为什么这么抽象 其实我想问 好像你这样 我想找你帮忙 你说我是那类 慢的 即是那类 即是什么 慢和 稳定的 稳定的 实践 ok了 我想扩展生意 我现在就是 例如 第五类 所以你说 你应该夹过第三类 或者夹过第七类 那夹完就好了 即是会不会这样做的 会的 如果真的做顾问的话 譬如我会 当然后面牵涉 不是顾问 另一个 我迟到会说 叫人生教练 人生教练做一件事 就是你的性格 给你什么意见 假设你想扩充生意的话 可能我不是叫你请人 我说你要选一个什么伙伴 或者找哪个第一把手 或者叫副手 帮你做些什么 很简单 你稳定的话 你不会扩展大生意的 稳定的人 是扩展不了大生意的 你一定要找一个人 散向很重的 想法很 就是相对地 很狠的人 你是你做平衡他 什么是你做平衡他 很简单的 因为你找 稳定的人怎么想做大生意 稳定的人都没想到 可能走一步 走三步 观察 这叫做稳定的人 但狠的人 他可能就是 太快 和太过俊 我见到一些人 都这样的生意 很快的扩充 很快的收拾 那些你不会出现的 因为你是稳定的人 是不会出现的 但问题就是 等一下你们 问一个顾问 就说 我想搞大生意 那我建议你 你选一个把 即是副手 应该选什么人 我没有想过 选一个partner 令你生意有另一个方向 那时候我给你意见 选什么人 会合适 即是说 我跟你说 我是这样的 第五营 我需要找第七营 所以我就在我帮食人里面 可能二十个朋友里面 给了文件去做 你太信问卷了 我不信问卷了 我稍后有一集会说 其实观察法是有效的 观察法很简单 原来有些动态 在某些型号上 我说九营 九营的话 有些动作 在某些型号上 都不会出现的 你只要看到那个动作 你就知道它是那个型号 就不需要问卷了 好嘞嘞 我不熟悉你透过问卷 熟悉就好 不熟悉都白痴 几百个问卷 我怎么回答你 大佬 通常就是透过观察 很简单的 譬如你简单观察 你至少可以判断到 它不是什么型号 透过行为观察 很小节的 譬如用词 譬如口头蟬 眼神 身体的向度 其实你可以很快的判断到 大约是不外乎的型号 九营的标准 有三个强型号 有三个强型号 有三个中间型号 起码就不会怎么错 那现在用这个方式 来选举 business partner 选举男女的关系 这个都行不行 可以 九营是好玩的 详细一个完整的九营训练 是第一个型号 第二个是怎么运用 运用有两方面 第一个是管理上 第二个是交频结优上 第三个是人生的综合 例如找伴侶 那种分类 其实有没有人做过调查 成功的伴侣 其实是否 我相信他不可以 超级 两个都是同一种型 对吗 伴侣其实複杂很多 一伴侣牵涉到 有一个叫激情元素 就不是纯粹是否夹得来 对吗 那那个最特别 就是可能是 譬如说说九营里面 找戀爱关系配搭的话 其实那个后面的预设 要挺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不是说性格夹得来 等于伴侣好的吗 对吗 对吗 那起点的问题 刚才不一样 起点就是说 爱情一定不是这样的 通常我经常说 外面的培训师 在我心目中是低能的 想什么都不会想 爱情怎么发生的 你有没有先选择型号 才发拖 白痴 当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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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很多人白痴 就是透过戀爱型号 搞了一大量之后 你选择一个型号 那么行 不如我妈介绍你 我妈很熟悉你 我选择一个男生 就选择你 你肯不肯 通常爱情起点 就是不能选择的 是激情 选择的时候 就很无忍的 所以通常爱情 我刚才这样回答你 就是爱情其中一个 你要明白 通常是以选择了伴侶 是以选择了我 你是透过自己的型号 怎样配合她多 这层次运用多些 就不会突然说 其实呢 我吹嘴这样 你白痴的话 其实才选择什么 做伴侶呢 就是狗痴 是真的 即是忌安答谁 忌安 即是伴府 跟谁做好朋友 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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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没错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糟了 我突然忘记了 是有钱 是的 没错 大红答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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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叮当 没错 譬如有这样的组合 你不要理后面的名字 先忘记 有些组合 朋友就可以这样选择 相对朋友 因为自然和自然困到 但爱情不可以这样选择 我选择人认识才拍拖 你认识我对 样子不对 身材也不对 你明白吗 这件事就很麻烦 因为根据我听回来的叮当故事就是这样的 本来叮当没有出现的话 大红就会娶了记安的妹妹 为何出现了呢 就改变历史了 娶了正儿 其实大红的九龄人格是配合哪个好些的呢 会不会 我讲一句话 我们不会因为想九龄人格 想型号之间怎么配合 然后去创造一段爱情 这个逻辑 我讲过 在正常现代人的生活模态里面 应该不出现的 这样想的是白痴的 你觉得型号生效 我恭喜你 你试试行不行 就是选择完型号才选择人 是不行的 因为选择了型号之后可能已经没有人了 那么巧的型号呢 你旁边是没有这样的型号 你拍不拍拖啊 这样 还有呢 我想一天呢 我说戀爱 现代的戀爱起点 就不是相处的 是激情先的 但是激情是可以过去的嘛 是 没错 对 对 所以第二版本是东方式的人 你说说恩情 还有说日久生情 你说红豆式爱情 所以有点很奇怪 因为以前那些人 指腹维婚那种 就是梅姻婆那些年代 都有成功例子的 是 爱情困难的 所以爱情说呢 为什么呢 爱情的思考呢 我说思考了几十年 为什么呢 真的思考了几十年 因为里面太多东西 你这样想是不妥的 一定要想实际后面的安排 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 好了 那大家说了 狗型仍然可以用在外情上的 不过不像一般书那样 你说你是什么型 就选什么型的伴侣 就是星座和白痴 这个我坦白说 我真的说白痴两次 你什么型号呢 选什么就最好了 不是 不是这样选 不过他说 如果这两个相处 会发生什么现象 最多这么说 给你听 做参考 但是通常你说 你不会看完之后 我和你隔不来的 因为星座 我不和你拍拖 你真的这么神奇 我就恭喜你了 那些人永远都这么幸福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这么信你这个星座 你一定相信缘分 同一两人形 那我不需要帮你 放心 你自己解决方法 但是更加常见就是 因为你只发现了自己的型号 你发现自己的弱点 你有责任告诉伴侣 这个人的适应性 或者数无性 可数性 因为你已经变了伴侣 或者已经隐含了伴侣 或者隐含伴侣 或者隐含伴侣的选择里面 你先看看 这个potential client的A 或者叫potential的 戀国对象A 这个potential的戀国对象B 那时候 因为有真实具体例子 你先看一看 狗型里面多个参考 是啊 我跟他相传的时候 的确是这样的 根据描述 这个也是 那时候这个参考值 可以的 好了 再有另一个可能就是 在拍拖多 为什么我经常跟他相处不来呢 你去看一看狗型 是啊 原来他的心灵取向 是这样想的 我的心灵取向 是这样想的 当然够不来 但是你是人 人不是只有狗型的取向 有心灵调教 你把他拼回 很简单的 明明呢 你自己破约 五号 对三号 未必那么有好感的 五号是只适应的 但是喜欢一个炎耀的人 觉得呢 那么炎耀 你可能不喜欢 但是你当然明白他之后 你配合他 就是有时 来不中呢 迫于无奈做一个 角色扮演 令他妥妥 他开心 你开心 当然了 令到他也知道 你自己的性格 令他呢 久不中就不要只怪自己的取向 怪我出需要 那么这才是正宗一点的方法 就千万不要想着 透过狗型去选择伴侶 这个是傻瓜的傻瓜 你做到的就恭喜你 行了 我没出声的 因为的确有些人是傻的 傻的人可以有傻的方向 有傻的人生 是不是 这样的意思 不过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讲回做生意先 假如呢 我们是one man band 没钱请 找不到狗的partner 找不到狗的朋友 那我就想这些 就是傻瓜 我其实一个人 可不可以扮演狗的 是可以 有些意思就是 我另一种培训 叫做心灵 又叫做心灵 又叫做empowerment 又叫做心灵会议 为什么就是 当你没有资源的时间 的确我们 当然要自己修炼 这个修炼有很多意思 你想象就是 你可以扮演不同角色 和将自己调教 又变成某种心灵的特性 的人去想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这个当然不是管理层次 是讲过修炼问题 突然间有一天 你要负责臭子 我讲我自己的例子 突然间我五号型 其实呢 我不是很喜欢痴人的 很冷静的 但我那天真的要做臭子的话 我会尝试 我变成我妈妈 你猜我怎么处理先 那个叫角色扮演 但是呢 我一定要对我妈妈 或者我妈妈 或者某个型号的人 很熟悉 我将心灵调教 那一剎那变成 那个型号去做人 所以 我以前搞学生会的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相对 人制关系挺好的 如果透过那观察 我变成那时候观察自己 你不会知道我其实是五号来的 因为我很多的 那个 我做学生会的那个 那个 形态呢 我那时候是扮演一个角色呢 我现在玩二次有妙术呢 我当时是做三号 也在做 可能有时候是二号 那样 就是可能是某一个 调教的 就是我 在扮演那两个型号的特性 但是 留意一下 我说心灵要资源越丰厚 就是当然你心灵的资源越丰厚 你变化型号就是多 就是完整的那个 九型修炼呢 最后是 你起码五六个型号可以用到的 哇 这么厉害啊 是啊 你自己本身的主型号 接着呢 你可以变成其他五六个型号做到的 那你修炼就完成了 就是当然 这个这样听下去 是一个很成功的 叫做多重人格 不是 那个不想叫 你当然这样形容 就是词汇的准确度 或者是正确度 那问题就是 你心灵之源就是 你可以变几个型号 就是我现在简单 超人片都这样的 很多变身的 嗯 是吧 有一个呢 就是最初就是 我和我超人片最初 出现的时间 有几个变身 现在很多个无面超人 就几十个变身 一个 是吧 武器都不一样 但是同一个超人 是吧 变成这样的时间 很简单 我教书的时候 就是五号 是不是 我主持节目的时候 都不是实退五号 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说话 是不是 有时候我选择搞笑 虽然不是很成功 哈哈哈 虽然不是很成功 但问题就是 我转换 有时候有七号的形态 我加下去 因为我突然很简单 我和七号相处过 我会观察他七号怎么想 下一句怎么撞出来 我扮他扮他扮他 我会多个资源 是吧 好了 另一部分的话 譬如突然间 假设要谈情的话 我五号谈情很无印的 对不对 好了 我想一下 我看电影里面 电影写稿的人 可能是某个型号 啊 这场的 哪个人那么感动呢 可能某个型号是写的 于是我想像 我变成一个型号一次 嗯 譬如突然间 我要安慰人 我就一定变成二号 嗯 安慰人可以这样的声音 这把声音不可以安慰人 安慰人说 嗯 我明白的 嗯 其实是这样也对的 那是一种正常反应 休息一下先咯 是不是 又不是趕时间的 这种就是安慰的声音 那把声音也变成了 我突然间突然间 突然间突然间叹黑 就变成二号咯 其实我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一个 心理正常的人 其实应该是有多重的性格 或是人格 是不是 不是 我这么说 因为刚才那种叫修炼 或者突然间有狗型的原意 希望多几个资源 而且随时可以变身就好 令自己更加丰盛就好 是不是 更加有效能就好 好了 但是如果那一次 一般正常的人 至少也有几个面向 可能两三个面向 但可能不是正常的人 可能蠢些的人 只有一个面向 他离去是什么场合 什么环境 都是这样的 是 但是多元的人 比如演员也是这样的 演员的人 其实有些演员 我举例子 约亮潮位 他的角色的 range 是大一点的 他的资源是厚一点的 跟演戏差不多的 我们人生也是演戏 我上次提过 我讲EQ的时候 讲过了 EQ后面一定是演艺训练的 这部分 其实某程度上是演艺训练的 不过 演艺困难一点的 有些角色有些人演不了 我举例子 刘德华 他怎样勤力 他演不到张国荣很多烂的角色 烂的角色 什么烂就是 好像阿飞正传 躺在火车上高 很放屁的说话 刘德华 我相信 到目前为止 他更努力 都演不到角调出来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型号 但是梁朝偉 反而就是很搞笑 很烂的角色 是不是 很沉默的角色 很形状的角色 他做到的 但是梁朝偉 做不到霸道的角色 我又 狠狠狠狠 但是很霸道 不行的 留意一下 类似这样的 演员 等于正常人 我说人 修炼得强的话 你可能有五六个角色 五六个心灵转向做到的 但是你毕竟有个限制 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 譬如说 正常人 两三个 蠢些的人 一两个画面 来来去都是一样的 没有的 不能变化的 去什么场合都是这样的 但是假设有些人 就多面人 是不是 资源就更豐富一些 是不是 可能自己 私下某种人 就变成某个样子 刚才我现场示范的声音都不一样 我变成助人 助人的声音 会配合 助人的时候 会不会这样说话 会不会这样说话 当然 可能很多人都说张国荣 真是良性戀 如梁超义 梁超义 梁超义真是直的 在这些情节里面 有些人觉得梁超义是被强奸的 我想你也搞不定 这件事 这是另一件事 好了 不如这样 时间问 我再说一件事 今集完 下次再继续 这个课题挺大的 因为讲心理和管理 例如我又讲过管理上很小的细节 其实就说 怎样给指引人 怎样给指令人 我不讲复杂的 我只是讲 你讲好 因为写好 就这么简单 讲好就写 嗯 没错 这个问题是刻意误道理的 我听其实大家知道的 NLP 里面有一个很特性 将人分类的方法 就是VAK 就是视觉型 听觉型和身体型 好了 我没有 刚才跟你一样 你说你没有做过人事管理 我都没有做过 不过呢 我做过学校的行政 又做过class manager 就是班主任 哈哈 很重要的 原来有些人呢 听话听不到的 有些人呢 看话看不到的 有些人呢 你不去 很近距来说 他又 完全不知道你做什么的 那 VAK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先讲回 我找个例子 你给指令我呢 或者向我提出诉求呢 我跟别人听电话 一定是这样说的 我近年也是尝试变身的 我以前一定 以前 什么叫以前 就是三年前 我仍有这个习惯的 我听完电话 我就是这样说的 麻烦你可不可以 然后呢 留下一个电话 看看我 因为呢 我听完电话之后呢 我记不住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 那我就 我跟他说 因为呢 如果不然 我怕我 然后不记得 那我就说 给他电话 我吧 现在当然是WhatsApp 可能是 有些文字的 我马上呢 看完文字和历程里面呢 我一直写一个记得的 对不对 上次台长 看到我观察 看到我整天写了 因为我视觉型的嘛 和文字型的嘛 不敢了 好了 但留意一下 有些人不行的喔 你传你的电话给我 没有反应的 他不回覆你 我也是这样的 你也是这样的 你突然传我的WhatsApp 给我 我比较遲才看到 不要紧要 我敢问 有些人反过来 你打算呢 给电话 给他指令 他看不到 这个看不到的意思 要讲清楚一点 因为原来呢 透过视觉的指令 他收不到的 不真实的 不够深刻的 是的 有些人一定要讲和听的 有些人就要看和写的 是两个人来的 两种人是不同管理模式的 通常就是 独立性强的人 根据我观察就是 很多人连着看和写的 你给指令那些人呢 你找视觉 和文字 是很有效的 但另一些人又不是的 是吧 只要一只打电话给人 那人听电话才行的 是两种人来的 当然有些东西可以观察 好了 或者看一样东西呢 为了保证 短时间 你又未必很明白 你的上司或下属的话 你给一些信息 你上司或下属 我贊成两样都要兼顾 我就是讲这件事 什么叫兼顾呢 因为原来有些人 在你现场 在我说 你知不知他说什么 说完之后 他转头又没有做的 其实你可能怪错他 那时候你很激动 第一 第一 我激动的时候可能不清楚 就算清楚也好 有些人听 是留不了 真的 左要入 马上又要出了 假设我自己面对这些人的话 是不是 假设他是文职的话 我传了个电邮给他 要不然 我偏多次 刚才我说的什么 他变成装置给你 我贴出来 今次 今次通常都做几次 你搞什么 这个其实 很多人还以为 我说完又说 你想想 为什么你说完又说 其中一个可能是因为 那个人本身是视觉型的 你说完又说他听不到 是不是 反过来 你说 我写完又写 他又看不到 好像文件传之后 有些人是看不到的 他完全不留痕迹 他要听的 不是 要听的 这个就是 有些管理细致的起点 刚才我说的 身体型 不是 要很近 有互动才明白 那当然 找现在的世界 那个形态 那批通常 就是 有低下阶层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合 身体型的人 相对有低下阶层一点 就是很简单的 给人家的时候 是要走过来 很近他 要视觉的交流 听觉的交流 身体的交流 是不是 才会明白些东西 但是 如果不是 高层子的人 可能是视觉 或者听觉 就可以了 留意一下这种 可能 我们 如果作为 管理的人 要留意一下 给指定的时候 透过什么形态去给 你可能不注意 但效果可能出奇的 不一样 我自己 教书 我每次都这样 唐上那一次 我转头 一定发多次电邮 有些人在唐上 完全没有印象 但是看到电邮 是 我都没有印象 有些人 完全看不到电邮 他记得到唐上 你说过 看到吗 这就是 我们这些是小节 也是管理学 为什么这么大学问 这么复杂 和和心理学 为什么有些研究有关 因为有些东西是共通的 这样 那就差不多了 好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